女團Apple去年年初爆出前成員玄珠在團內造集體排擠 因此得了憂鬱症還曾企圖自殺 儘管公司及成員都否認 但爭議持續延燒 Apple便暫停了所有官方活動 隔了11個月 經紀公司DSP娛樂在1月時宣布團體解散 而最新消息是 彩原也解除了與老東加合約 樂民團員恐怕異異出走 當時彩原被指控排擠玄珠後的3個月 在IG發聲替自己喊冤 強調自己身為當時對理年紀最大的成員 有責任要照顧每個人 因此當玄珠出現狀況時 他就會試圖理解對方的想法 初期玄珠很依賴他 然而這樣的行為卻日漸嚴重 控訴玄珠愛裝病或無辜消失 造成團體很大影響 不過卻被網友抓包 彩原列出的時間點 對不上指控玄珠消失的日期 早狠狠打臉說謊 之後他在關卡發文表示自己記錯了 但提出的另一日期又再度被打臉 多次搞錯讓誠信盡失 最後他再度上火線澄清 從沒對玄珠做過錯事 並為請律師硬起來提告